小花計畫將在6月25日 離展到高雄金馬賓館當代美術館 今年的主題叫做 《小花盛開的迴賓》 還有九組林樂園 雖然聯合十大藝術家 記得來感受這一場 關於記憶與光影回生的美 小花計畫邁入第八年 今年特別遺失港督高雄 除了七組快製人口的作品外 更加入劉若英 瑪莎林以樂 宇宙人的創作者的全新四組作品 小花在籌備 這次的小花在籌備的時候 也是宇宙人在籌備專輯的時候 然後那個方老師就問我們說 就是有沒有什麼新的歌曲 那我們也會覺得說 推出新的歌曲 可以為第二次的這個展 帶來一些活力 那在整張專輯的歌曲裡 我選了一首 就是我覺得比較適合 這次的展的歌曲 叫《無所事事》 那我一直覺得人類是 分成物質跟精神兩個 那因為我自己喜歡就是 就是勞裝思想 就是比較道好 就是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它配合這次這個展鏡 我今天第一次到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契合的 因為它就像你講的 很容易就錯過了 其實它是在展區跟展區中間的小組 那無所事事事是我自己在工作很忙 中間有一段時間 尤其是其實是真的蠻符合疫情的狀態 那真的有一段時間我們沒有事情做 對 我覺得反而蠻珍惜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把短期慢慢做 然後也跟自己的內心做得有對話 而且這次很用心就是製作部專程去火車站 對 就是從台北一路全程 台到你家 路一 路到台東 對 對 結果就馬上想起來以前 是學生時期 從台東離開家 坐車坐到台北 然後或者是放假的時候 從台東坐回台東 從台北坐回台東 作品比較像是 比較暈染 對 比較就是線性的 就是暈染融化融合的那種感覺 小花計畫南瓜了 藝術界與音樂界的優秀創作者 展現跨界藝術家的魅力 邀請大家回歸初心 聆聽內心盛開的回音 《完全娛樂》 綜合報導 《完全娛樂》 muita娛樂 他賺 b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